黑风旗八灵尺 韩丽一眼就认出了两件通天灵宝来 同时对化仙宗二女的情形大感惊讶 原本归零先前曾经通报过她 说这二女似乎在地下布置什么法阵 似乎有什么图谋 她当初若不是急于从黑色传送阵脱身 肯定会偷偷跟过去看个究竟 可现在 怎么此女被那古魔圣祖迷惑了神志的样子 更让韩丽吃惊的是 现在这巨狼面对如此多对手 竟还是大战上风 将那些对手吼得是节节后退 根本就无法接近祭坛分合 此巨狼大口喷出黑气 油亮发黑 仿佛浓稠如液一般 除了那万年师兄手中血刃 锁化一片血光 在黑气中狂斩乱批外 其他人 妖 竟都是将宝物团团护住全身 丝毫不敢沾染的样子 更不敢放出远攻黑气的样子 只是 凭各自法术和远程攻击来不停地击散靠近黑气 如此一来 他们自然束手束脚 大处下风 若不是其中花天骑和狮雄接下巨狼大半攻击 上空八灵尺锁化银帘 也牵扯了巨狼的不少注意 时不时地需要巨狼喷出一口黑气支援下污吗 恐怕这一杆人和腰早就无法支撑下去 毕竟银翅叶叉的煞魂丝和狮禽兽口中喷出的金波 似乎对着黑气磨气 丝毫没有办法 不过目光闪动一下 韩丽也发现了一件蹊跷之处 这双手巨狼似乎不能离开祭坛腾空而战 只能死死地守在祭坛的顶部寸步不离 这让韩丽心中不禁诧异 就在这时 一句惊怒异常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不好 封印果然被打开了 这古魔怎会有开启此封印的法器 韩丽一正随身望去 只见一侧二十余帐处 玄卿子正盯着祭坛上某处师生叫道 旁边的七庙真人也同神色阴沉 韩丽才发现 不光这二位 林音平 灵犀孔雀 归零和人形傀儡 或都远或近地出现在了第九层空间内 全都毫发未伤的样子 看来刚才空间碎裂 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而触动了什么禁止而已 从而让整层人都一下传送到了这一层来 不过林音平的玉蓉有些苍白 看来刚才的变异让此女还是受惊不孝 韩丽目光只是一扫而过 马上落在了祭坛上玄卿子二人所瞅的地方 结果稍一细凝望之后 韩丽不禁轻移一声 在那巨狼后面竟有两个数丈高的石碑 灰乎乎的 竟毫不起眼的样子 但韩丽一见这两个石碑 却面上惊荣隐现 一种熟悉的感觉 马上让其脑中马上闪过赤灵软玉这种珍稀材料的名字 当初在天南万丈摩渊下 他就见过类似的石碑 只不过当日所见的石碑已经碎成了数节 而这两个却是完好无损 其中一个石碑上还有一件碧绿色的印系半镶嵌其内 这石碑泛起淡淡的黑芒正轻颤不停 韩丽神色一动 发现石碑上闪动的灵光 竟和祭坛周围的法阵呼应着 仿佛是此法阵的枢纽所在 而那巨狼也似乎要因为护着此石碑 才寸步不离祭坛的样子 韩丽望着石碑 一时脑中稍微有些混乱 玄亲子 七妙兄 你们来得正好 这古魔圣族正在解除这祭坛的封印禁止 而祭坛下似乎镇压着什么东西 虽然不知是何物 但也绝不能让这魔物如愿的 穆夫人一见玄亲子韩丽等人出现 顿时大喜叫道 本真人已经看见了 玄亲道友 我们快出手 似乎情形不太妙 七妙真人也脸沉似水 招呼了玄亲子一身后 立刻袍袖一帅 顿时 秀中各色灵光闪动 竟同时飞射而出七件宝物出来 分别是刀剑 珠 镜等各种宝物 其中一面铜镜 赫然是当初林音平借过一次的妙音宝镜 他们正是中年文史 威震大镜的七真宝 化为七团一光 直奔下方巨廊击视而去 玄亲子则叹息一声 也不敢迟疑单手往袖中一摸 竟直接抽出了一柄带翘的黄色骨剑出来 此剑方一出窍 看似暗淡无光 仿佛陈旧之极 但当老道一张口 一团精血喷在了剑上之后 此剑顿时如同苏醒一般 一声直冲九霄的龙音声发出 剑身耀目刺眼 老道单手一掐绝 两根手指凝重地往剑身上一点 对准下方轻飘飘地一挥 一道十余丈长的巨大剑气 从古剑上目然射出 仿佛晴天神剑一般 气势惊人直斩而下 弯口粗的深黄色剑气尚未落下 就发出雷鸣声的轰隆之声 所过之处 连弱大天空仿佛都被一斩为二 画出了一道长长的白色剑痕 那圆叉圣祖 锁化巨狼 自从寒历等人出现 自然早就注意到了他们 一见这惊人的一幕 狼鼠妖目闪过一丝森然之色 当即身子一抖 一层黑气 从其立在的祭坛上的四爪上飞快传出 再一闪及时 没入体中消失不见 而几乎与此同时 此狼一张口 大片的浓稠如液的黑气 冲着空中滚滚喷去 小心 这魔星令还至极 法宝本体战然不得 否则会马上被魔化失去神通的 木夫人忽然大喊一声提醒 这时七团一光和巨型剑气 已经堪堪要和魔器迎头撞上 中年文石一听此言 面色一变 不加思索地冲着自己宝物虚空一抓 顿时七团一忙 堪堪在接触前一顿就停在了原地 然后连结成一片 竟放出了一片片各色灵侠 再次向着魔器席卷而去 但这时 巨型剑气已经先一步斩在了魔器之中 剑光黑气交织缠绕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 无数黄芒在黑气中爆裂四射 将那团魔器洞穿的千疮百孔 随后七妙真人的七宝灵侠 也同样一卷而入 仿佛瞬间就能击散这团魔器 然后直取下面的巨狼 但是扑扑几声 下方的双手巨狼毫不客气地 又接连喷出了几口黑气来 顿时黑蒙蒙的魔器一阵翻滚之下 就将黄芒灵侠全都淹没了其中 灵光隐隐狂闪几下 就立刻销声匿迹 沉默无声起来 老道在空中见此心中一灵 急忙单手掐绝 想催动下方的剑气 但是丝毫反应都没有 竟仿佛真的凭空消失 这一下老道脸色微微一变 就在此刻下方的黑气 毫不客气地直向空中的 猪人狂勇而来 铺天盖地声势竟是异常浩大 连韩丽等人竟一同受到了攻击 七妙真人见势不妙 急忙手中一掐绝 将七宝收了回来 玄青子却手中骨剑连砍树下 总算在一片黄蒙蒙的剑木下 暂时挡住了身前的魔器涌上 但他马上转手冲着文士凝重说道 奇妙兄 看来普通宝物无法对付此魔 快用内剑宝物吧 这封印开启似乎还需要些时间 不能再耽搁下去了 贫道给道友护法 知道了 有劳玄青兄了 七妙真人倒也毫不迟疑 当即点了点头答应 然后单手一拍储物袋 顿时白忙闪动 数个巴掌大的翠绿圆环浮现在了手中 与此同时 韩丽也放出了数十口金色飞剑 化为一片剑影 为等魔器接近 就金湖狂闪 雷鸣声大气 将所有魔器击得溃散不见 鬼灵手持银色巨斧 上面虎怪虚影浮现而出 口中吐着黄色的怪物 倒也能勉强抵挡着黑气 而林音平那边 则和徐姓青年附身的灵犀孔雀聚在一起 在那五色灵光的遮蔽下 同样也能勉强自保 韩丽对这些人只是一扫而过 就眉头微皱 看向了空中的八灵尺和黑风旗 这两件灵宝 一个暂时被谋划 一个是无主之物 都无法发挥出本身的真正威力来 但也因此 仗雪大的银帘和蛟龙般的乌莽间 黑风阵阵 银风飘动 两者却正好斗个旗鼓相当 但这两件灵宝身处高空如此惹眼的地方 就算韩丽心中再蠢蠢欲动 也只能渴望不可及 不要说那古魔圣祖化身的巨狼 就是其他人等 也绝不会坐视他取走灵宝 而自从古魔圣祖脱困后 发现其神通并非他能抵挡 韩丽立即就打算远顿 离开这是非之地 但偏偏这地方 都是封闭的空间所在 一时间根本无路可走 如此一来 韩丽也只能硬着头皮 竭力避免自己真被卷入大战中 故而他虽然察觉到辟邪神雷 对付漆黑如墨的异样魔器 仍然颇有神效 但也只能护住全身 绝不肯出死力 傻乎乎地硬冲上前 出什么风头 万一让这古魔圣祖 注意到了自己 专门冲他出手 他岂不是要倒大霉 况且 这古魔圣祖分身 真的脱困而出 也应该是大进修仙界先倒霉 他可没心思 替大进的修仙者担什么风险 韩丽一边心中暗暗想着 神念却悄然散出 向那祭坛中探去 结果不出所料 神念方一扫到祭坛表面 被一股莫名的禁止反弹了开来 并无法伸入祭坛里面分好 韩丽暗中叹了口气 神识下意识地向祭坛下方一扫 却不禁微微以正 祭坛深入百丈的地下处 他竟然赶到了一个持续大的金球 竟是当初被偷偷放出的那群士金虫 这些灵虫竟也同样来到了第九层 当初他放出这些灵虫时 可是用来寻找第八层空间的臂杖 看看是否能找到什么薄弱之处加以利用 但因为黑色传送阵出现的缘故 就没再联系这些灵虫 现在看来 它们似乎在空间碎裂的一瞬间 同样被传送到了第九层来 可是因为这些士金虫 原先就处于第八层地下的缘故 一被传送出来 竟然就悄然处在了第九层祭坛的地下 还没有让其他人发觉的样子 韩利看了看巨大祭坛四周闪烁不定的那些巨大石柱 心中一动 略微犹豫了一下后 还是悄然对这些士金虫下拿了一道命令 顿时金球金光一闪 通体瓦解溃散 重新化为上千只士金虫一混而散 至于地表上的万年师雄和花天祺等人 显然也不想这么僵持下去 不时有人冲着远处的那些巨大石柱 狠狠几下 想就此破坏掉此法阵 但是除了那师雄的那剑血刃 偶尔可以在石柱上留下一两道浅浅的刀痕外 其余的攻击打在柱子上竟然丝毫无损 就连花天祺看似气势惊人的拳头 也只能让那些石柱略微一阵晃动 也不知这些石柱是何种材料炼制而成 竟如此坚硬 当然 若是师雄和朦胧妖妃附身的花天祺 这些人有时间慢慢对付某根石柱的话 也并非真的没办法破坏 但关键的是 每当他们其中有人有后退之意 那双手巨狼就立刻不客气地全力几口黑气喷出 磨气狂胀之下 对远离祭坛之人狂犬而去 让他们一惊之下 不得不反身重新全力应对魔气 根本无法真正抽身而退 韩丽一边漫不经心地应付着魔气的攻击 一边目光左顾右盼个不停 似乎想寻条脱身之路来 这时在玄青子的掩护下 五个翠绿色的圆环 已经被七妙真人寄到了半空中 文氏口中 咒语声不停 食指微弹之下 一道接一道的法觉积在圆环之上 五枚圆环发出大小不一的怪异鸣叫 同时灵光闪动 微颤起来 那双手巨狼喷出大股黑气 将出现在空中的众人缠住后 原本已经收回目光 重新盯向祭坛附近的花天祺和万年师兄 在此摩心目中 这两人才是真正的大敌 花天祺不用说了 龙梦妖妃和她如此多年争夺这具银狼之躯 彼此早都已经了如指掌 自然忌惮一成 而那突然出现并偷偷暗算的师兄 虽然只是圆银后期的法力 但是手中的内柄血刃却是厉害之极 非但不怕她的魔气 隐隐还有克制的功效 若非此师兄修为实在和拥有银狼之躯的此魔相差太远 恐怕单凭气一腰之力破开魔气 也是大有可能的 这让这位圆叉圣祖分神 怎能不多加注意 其实若不是在第八层宫殿处 她突然冒险施展了一种迷魂大神通 出其不意控制住这名人类少女 并意外从其手中控制了第九层祭坛法阵的画龙戏 她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这第九层 而是早就考虑在魔气耗尽之前逃离这阵妖塔 而现在她开启了此祭坛的封印 虽然尚未完全成功 只是解开了一丝缝隙而已 但只要四族不离开祭坛 就会有源源不绝的精纯魔气补充体内 不但力敌如此多修饰反战上风 甚至原本枯竭的魔源也在缓慢恢复着 如此一来 此魔法更不肯冒险 只是冷冷地稳扎稳打 静等祭坛彻底开启之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